好 我們回來 行政事務先宣布 第一個我們群組已經成立了 如果你有收到E-mail就可以趕快加入 第二個我們今天上課的範圍就是這個檔案 我剛才也放到群組裡面去了 其實我一直覺得 我們活在這個時代是非常開心的事 而且要非常感恩 以前各位獎益要印多久 以前我要給四五十位同學這份資料 可能要弄個一個小時 靈一個一個小時 然後整半天 現在不用了 Copy 固執 貼 全部收到 哇 太恐怖了 現在這個時代太恐怖了 所以各位要會整合利用你現在 在這個時代非常棒的資源 所以我們預計上課時間是到四十五分 因為剛剛同學說要趕火車 所以下雨天小心安全第一 所以我們大概到四十五分 四十分四十五分 如果那個要趕火車的同學可以先走沒關係 好 那後面會留一點時間給各位問問題 那另外呢這個字根的部分 各位手上都有嘛 好 你就可以直接看手上 或者沒有的話你就看前面 那這個詞源呢 其實有三大來源 這一節課就開始正式要上課 三大詞源的來源 第一個叫神話故事 希臘羅馬神話故事 第二個叫聖經 在字根裡面有非常多聖經的簡故 第三個叫英美文學 英國跟美國的文學作品裡面 也非常多種字根的點故 所以我先推薦幾個資源給各位 好 比較寓教於樂的 第一個 你可以到YouTube 希臘神話 OK 那這一個 如果同學可以上網 然後你可以找到的話 歡迎就分享到群組 因為老師一個人的時間能力是有限的 但是同學四五十個人 各位 Amazing 那個團隊的力量是非常強大的 就像那個 我現在辦的那個 科亞營銷總指講師 我們昨天同學在網路上 又做了一次這個行銷的 那個活動 就非常有趣 因為團隊都會進去幫忙 老師一個人力量絕對是不夠的 就是一個人而已 但是大家互相幫忙 那個結合起來那個力量就無窮大 所以我把我的資源跟價值提供出來 但是放大要靠各位 一個人幫我去分享宣傳就放大一倍 四十五個人 五十個人去放大宣傳 就是四五十倍 有人在播是不是 OK好 那一百個人就是一百倍 各位你可以想像一百倍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我剛才講那個五百萬的案子 如果有一百個人去做這樣的事情 你知道創造多少價值嗎 五百萬乘一百 數學好嗎 數學不太好 五百萬乘一百是多少 那數學老師 五百萬 五億耶 你知道嗎 瞬間就可以把五百萬放大成五億的價值 那你認為你創造五億的價值 你應該獲得多少的回報呢 好對不對 我要一趴就好了嘛 五億的一趴是什麼 數學老師 數學老師 五百萬 五億的一趴是五百萬 所以換句話說 其實很多人在抱怨有沒有 說什麼 我們這二十二K啊 台灣怎樣這樣這樣 其實那根本就不是那個問題 就是你有沒有創造價值啊 像那個房仲 之前房仲不錯的時候 如果他賣個五億的房子 他賺個一趴就是五百萬 各位一般人五百萬要賺多久啊 賺到幾年都不一定有啊 但是他因為他提供那個價值 買賣了五億的不動產 所以他可以賺了一趴一趴 所以團隊的威力是不窮的 所以非常歡迎各位 進入我們的公益英語課程的LINE群組 然後之後呢 有人問過我另外一個問題 他說 我想到我就先講 怕忘記 然後菲老師 你說這公益課是不是後面呢 還有什麼 骨牌效應有沒有 有希望達到什麼樣的長級 中長級目標 昨天有人問我的 我說其實沒有 其實我只是 我剛剛講的嘛 自我挑戰跳出舒適區 然後看看會發生什麼事 坦白講我沒有預設 那他問我說 你是不是後來呢 他給我一個不錯的方向 其實我沒想到 我說你坦白說 他說你是不是呢 訓練完這批 這個學生之後呢 把他們當種子有沒有 然後呢 撒到全台灣各地 然後變成各地的種子講師 那這樣可以幫助到更多人 我說 嗯 Good idea 其實我沒想到 我真的沒有想到 我剛剛講的 12月份 兩個中年男子 吃早午餐的聊天 形成了今天這個課 其實我們也沒有想到 就說好吧 那我們就來做 希望你借回賠 那你看喔 當我們願意開始這第一步之後 後面很多的資源 很多的idea 很多的價值 就會陸續續續出現了 你就有人提出這個想法 欸老師上完課 我們當總子講師啊 總子講師啊 我們到各個部落也可以啊 縣市也可以啊 組成圖書會啊 那資源教材老師全部提供 全部free source 全部open source OK 好 所以這個都不是問題 那再來就是你要有一顆 一個願意付出 願意提供價值的心 那就OK了 就說我來聽完 Gabry老師上課 那我們都有錄影對不對 那你回家再多聽幾次嘛 就算什麼都不會 我照著講可不可以 可以嗎 我就照著講 那我教一個是一個嘛 反正我會不收你錢 好 我不收你錢你就要聽我講嘛 我收你錢你可能會閒東閒西喔 但我不收你錢 就沒有閒的那個對不對 沒有閒的機會嘛 我這免費教你的欸 對啊 我是從Gabry老師那邊學來的 那這樣子就很有機會 把這個東西再擴大 再分享出去 那這也是我們很開心 希望看到的 好 其中一個資源叫 希臘羅馬小話故事 在這邊 YouTube 如果找到的同學 可以分享到群組 那上個時間有限制 我現在就不看了 其他這個是很有趣的 卡通版 這位是宙斯 宙斯是第三代天神 好 那我講個直接的 欸老師 宙斯跟我沒什麼關係啊 聽起來神話故事哪有關係 非常有關係喔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宙斯有好多女兒 根據我的統計超過一百個 這個兒子女兒超過一百個 因為她外面女朋友很多 想比較好聽一點 那其中呢 她有九大智慧女神 叫做妙斯 妙斯 所以如果你查海詞 她就會出現 Muse OK 我把聲音放大一點 Muse Muse 需要你可以直接拍下來喔 分享到群組 Muse Muse 這叫妙斯女神 那後來妙斯女神 她就是宙斯的女兒 九大智慧女神 後來變成音樂哪一個字 Music 後來變成娛樂哪一個字 Amusement 後來遊樂園哪一個字 Amusement Park 所以她們是智慧娛樂女神 她們可以變成 甚至博物館哪一個字 Muse Muse 你不覺得超有趣的嗎 原來Music 原來Amusement 原來Musean 都是同一個字根 她們全部是宙斯的女兒 謬斯女神來的 所以其實我們備了超多單字 都跟這裡有關係 只是你不知道 那你不知道的缺點就是 你是死記印背 知道的好處優點 就是你是用聯想的 那當你用聯想的時候 一切都會變得非常非常的簡單 好 再舉一個 E-U-R-O-P-E 這個叫做歐洲 我們聽一下它的發音 Eur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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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在海詞裡面把後面幾個字母去掉 變成第三個 它就是一個神話故事的公主囉 Eur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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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我們翻成歐羅巴 上次常人說歐羅布 好像不是很好聽 不過那個是裴尼姬有人念斐尼姬啦 有沒有國文老師啊 有嗎 在座羅門國文老師 沒有 如果有的話幫我們糾正一下 到底是裴尼姬還是斐尼姬 好 就是英文字母的最原始的那一個 就像中文的甲骨文 英文的甲骨文就是這個 斐尼姬語斐尼姬語 OK 那它又是呢 它其實不是願意的啦 就是它是路上被咒詩誘拐 好 它講話故事就這樣寫 那個 adopted 被咒詩誘拐一首 那就變成了咒詩的女朋友 那變成了咒詩的女朋友 我問各位 女朋友可以帶回家嗎 家裡有政公喔 好 可以帶回家嗎 不可以 回去絕對千刀萬刮 那怎麼辦呢 咒詩於是就把它安排在現在 歐洲這個位置 它叫Europa 歐洲叫Europe 你不覺得一模一樣嗎 所以歐洲人認為 歐洲人認為 我們共同的母親是歐羅巴 Europa 我們共同的父親是 咒詩 開玩笑 我爸爸是咒詩耶 萬能的天神 那我爸爸是萬能的天神 那你覺得 歐洲人會覺得自己的基因好還是不好 超讚的嘛 所以你有沒有背過這個字啊 Eugen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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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G-E-N 就是基因 哪個字 G-E-N G-E-N-E 那前面就是歐洲 EU 所以歐洲人的基因草綁 很敢講 很敢講 他不是亂講的 因為他們有歐羅巴當媽媽 他們有咒詩當爸爸 如果你的爸爸是咒詩 媽媽是歐羅巴 你當然可以說我們有基因最棒 我們是天神的基因 好 還是在名字的Eugenics 所以就在這樣子聽故事的過程當中 單字就順便記起來了 其實應該早就要這樣學背單字 好 那我還有學生問過一個問題 他是台灣的 他在台灣念到生化博士 他要到英國的牛津大學念博士後研究 好 那所以這個已經是非常厲害了 他就跟我說 他以前在桃園上我的課 然後後來我桃園沒有教了 時間的關係 他就跑來台北跟桃橋上我的課 他說 劉老師你怎麼那麼幸運 從小就學了這些東西 我說抱歉喔 我不是從小學 我是這五年去研究出來的 他說 蛤 台灣的教育體制裡面應該要有這種東西啊 讓大家學英文快樂一點 讓大家學英文有趣一點嘛 我說 我盡力 所以就慢慢可能慢慢嘛 當我們有一點點能力的時候 來慢慢把這個理念 把這個概念 分享給越多的人 所以歡迎各位 你今天聽完課 把這些理念概念分享給更多人 讓更多人知道 其實學英文是很有趣的 其實學英文是很輕鬆的 其實學英文是很好玩的 因為我是英語傳教士嘛 公義英語傳教士 好 所以來例句我們念一下 I made my assistant 更 I made my assistant my agent while I was abroad abroad 又一個字更喔 這個如果你這樣 一路上課下來 你會發現 字更無所不在 幾乎是無所不在 為什麼說無所不在呢 因為你看一下這邊 來可以直接拍下來 分享到群組也可以 木板木條的字更 來聽一下bar bar叫做木板木條 那各位看一下骨倉這個字 你聽一下barn barn叫做骨倉喔 請看這字回答我 蓋一個骨倉需要幾根木條 看這字回答 m條 請問骨倉需要b嗎 b嗎 根本就不用背啊 所以你不 不是要去死背它 你是要去聯想它 自行自陰自義的聯想 聯想就是金三角 所以n條木條 蓋成了骨倉 那再來下面有一個 相關的群組 樹皮 一起來叫barn 這個barn 板子 最後叫平底駁船 就是運貨會的那種平底駁船 那古時候那種平底船 當然是用木板做出來的 所以今天叫barn 他們就有附根上面的觀念 好 那到最後紅色的這兩個 一心也叫barn barn 我口音才abarn 從板子變寬的 寬的便到國外 所以I'm going to work abroad 我要出國工作 I'm going to study abroad 我要出國念書 這個abroad abroad就是出國的意思 那abroad的出國其實也非常簡單 你把rond聯想馬路哪個字 road ab有上面的意思 所以離開馬路搭飛機去哪 出國了 就這麼簡單 不用背 我們一切都希望盡量是聯想的 盡量用聯想的就不用背 所以王鼎吉老師寫過一本書 叫單字根本不用背 他講的就是聯想法 但那個聯想法呢 稍微存聯想 什麼叫存聯想 比如說老師今天要補課 所以叫我們要戴不可 這種叫存聯想 存瞎聯想 但我們上課這邊叫的不是 我們是以字根詞緣法為中心主軸 然後再加上一點點這種瞎聯想 所以瞎聯想不能當主軸 瞎聯想如果當主軸 會出很大的問題 什麼問題 比如說你要考托福 兩師需要兩萬個男子 你要瞎聯想兩萬個故事 你才能背完兩萬個男子 但有的字根就不一樣了 有的字根我們就一個字根 開始來延伸延伸延伸 聯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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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那個效率效果就會大 非常非常多 OK 好 所以回來 broad 這是mgac 那還有一個資源要給各位 或我們後面陸續講也可以 今天什麼都不記得 請記得哪六個數字 1 2 7 8 對吧 1 2 7 8 右手邊有一個 劉鎮英文倒數第四個分類 那劉鎮英文呢 是台中的劉鎮老師 台中來的朋友 Janny 你有聽過劉鎮嗎 公車站牌聽說都有他的廣告 OK好 那我覺得我雖然不認識劉鎮老師 但是呢我也非常感恩他 因為他在台中是前輩 他做了25年還30年 教英文 主要是高中升大學的 聽說在台中滿有名的 但你看喔 像這樣的老師 他就會開始想要什麼 匯匯 因為他覺得 我們教了二三十年的英文 這個收入基本上不是太大的問題 他還想說 怎麼樣再幫助更多的人 怎麼樣再提供更多人這樣子 所以他在網路上 就放了很多的教學影片 完全就是free 好 那你看得出來他非常用心 因為他的影片的製作 他這個後製剪輯 新聞英文等等 我在師大的課就有用他的新聞英文 因為他整個文字啊 整個講解非常的完整 十分鐘的影片 那個有幾位同學 我上師大的課嘛 十分鐘的影片 他會把一段新聞英文重複三次 然後先放一遍給你看 然後做詳細的講解 然後再重複一次 所以你看十分鐘就看了三遍 好 那這個就完全符合記憶的規則 就要累積16到25次 好 我們看一小段 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劉正老師 語言的演進都是從最初最簡單 最原始的單字 慢慢慢慢進化變成複雜的單字 隨著社會的演進 以及文化的需求 各位 歐洲語言中文都是如此 那麼問題是他怎麼轉換過去的 就這些簡單的字 到底怎麼變複雜的字 各位 德國的語言學家 格林兄弟 我們今天記得他們的就是格林童話 白雪公主啊 小紅帽啊 抽小鴨等等 殊師 他們對語言學上最大的貢獻 就是他們發現了 這個歐洲的語言是怎麼樣 從簡單的單字變成複雜的單字 當然後來 又有人慢慢把他們的理論更新 成為一個完整的學術 同學 第一個規則 就是母音的轉換 不好意思 男生小道 在網路上 有影片的老師就要這個自覺 就是說你不曉得什麼時候會被人家停下來 我有很多影片在網路上 來 所以A E I O U Y A E I O U Y A E I O U 是基本的五個母音 Y叫做半母音 因為它有三個發音 A E I 所以半母音加上去總共六個 這個叫母音代換 那母音代換最簡單的 我們來看一下 比如說唱歌這個詞 一請一下 Sing San San Sing San San Sing現在 Sing過去 過去分詞 Sung 所以你看A I I A U 全部都是什麼代換 母音代換 甚至連它的名詞歌曲 白請一下 Sung Sung 也是什麼代換 也是母音代換 以前在背 老師說這叫不規則 你就背吧 現在學詞源就知道 它是規則的 就是以前你不曉得這個規則 OK 那我們再來進階一點 母音除了會一個換一個 它還會一個變兩個 所以坐下來今天 Sit Sit 座位 Seat 沉澱並下來 Settle Settle 坐著小沙發 Settee Settee 你記得一一結尾 就有被怎麼樣 被怎麼樣的意思 所以僱用叫Employ 老闆叫Employer 被僱用的人 員工叫Employee 那就一一結尾 所以其實英文裡面有很多的蛛絲馬跡 各位可以去慢慢的分析 慢慢的學會 那你以後再延伸就會變得很快 Longer 這邊有兩個字 一起唸一下Longer Longer Longer Longer是長還短 長喔 那下面變成逗留 一起唸一下Linger Linger 你可能沒有背過Linger 但因為你會Longer 你就知道 這個人逗留了很長還是很短的時間 應該是很長喔 應該是很長喔 因為它來自於Long這個字 所以它的詞源自根有這個含義啊 所以它當然就會變成Linger 這個意思 OK 所以概念是這樣 你可以到老師的網站上去找 或者直接打 留證英文也會找到 那我並沒有放全部 因為全部很多 你可以直接到U的U 然後就會找到更多 那字根的有十幾二十部的樣子 然後新聞英文有四五十部的樣子 各位如果你要自己去花錢 去弄那種 其實打開講有花不少錢 因為它後製啊 攝影棚什麼什麼 整體這些東西 時間跟錢的成本都滿高的齁 大家就奉獻出來在網路上 給大家來收看 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所以我把它整合到部分我們的課程裡面去 讓大家更快的理解這些概念 好 第二個來請一下 Agree Agree 然後以後來變農業 一起點一下Agriculture Agri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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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來看 A C R E Sorry A C R 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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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個 櫻母 就是英國人土地不良單位的字根 叫做櫻母 來可以看一下喔 那櫻母 Acker 為什麼可以變Agree 因為C跟G 可以做代換 C跟G 怎麼可以做代換呢 我把下面的 上台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是在我們精英這邊的發音課本 52頁 有三個發音的轉換 三個發音的轉換 一個是KG 一個是TD 一個是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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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變個 無聲變有聲 下面這個一起唸Study Study 請問你有沒有唸Study 沒有 因為T會變D 最後一個 我想今天做個水療吧 什麼吧 Spa Spa 請問你有沒有做Spa 越做越害怕 沒有 所以是Spa 不是Spa 就是我們看到的字 跟唸出來的音 其實是不一樣的 這個轉音要背 一定要背 因為這三個轉音 就會導致在後面很多單字 會產生一些變化 其實有點像血音 比如說我舉個中文的例子好了 樂器 像鋼琴 鋼琴彈久了要什麼音 調音是二聲 調 什麼詞 動詞 調音之後它的音什麼 音調 就會比較準一點 四聲 名詞 通常二聲是動詞 四聲的名詞 而這個是我學英文之後 回來想中文 哎呦怎麼會這樣 好 譬如說思量 什麼詞 動詞 重量 名詞 有沒有發現它有規律的 好 所以同一個字它有破音 所以在英文也是 它acre ag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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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破音寫音嘛 所以來到這邊 種植栽培 cultivate 在土地上種植栽培 叫農業 在那裡是agriculture OK 好 所以叫農業 需要的話可以拍一下 3秒鐘 agriculture 那在土地上種植栽培 好 這邊農業有關 好 以前老師說抄體肌的速度要快一點 現在老師說拍照的速度要快一點 對 而且我們隨著每一堂課 補充給各位的東西越來越多 其實複習的速度會越來越快 那這樣的目的就是 第一個 不斷的幫你重複 不斷的幫你重複 第二個 訓練你的反應速度 OK 好 所以我們來看 例句吧 還是列加 agriculture agriculture is essential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那把單字放到句子裡面來理解 你會更深刻知道它的用法 然後它的前後的關係 下面一個詞類變化 agri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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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家是自己喜歡寫還是別人逼他寫 自己喜歡寫嗎 有一個人叫 不是一把刀 不是兩把刀 他是 九把刀 難怪 難怪 難道是人家拿刀架他脖子說 欸你給我寫喔 是嗎 不是嘛 是他自己愛寫 他規定自己一天要寫五千字 好不好 另外一回事 規定自己一天寫五千字 所以他的創作量之所以那麼大 就是他非常的自律 我一天寫五千 每個一天五千 十天五萬 一個月十五萬 就一本書 一本書大概就十萬字 所以他這樣長年累月 今年累月這樣寫下來不得了 來看他的作品這麼多 好 所以第三 來寫一下 annual 每年的 ann 剛好跟女生的名字很像對不對 可以做一個聯想 來一句 employees employees are entitled to an annual pay leave of fifteen days 這在國外啦 尤其歐洲 歐洲 歐洲這個很流行這種叫做 pay leave pay leave 叫做有薪假期 有薪假期 最後所知台灣好像比較沒有 對不對 台灣那個d能放假就不錯了 能夠真的把那個假用完就不錯了 所以歐洲有這種pay leave 這裡的 leave是名詞喔 不是動詞喔 pay leave 比如說你請病假 病假叫做sick leave 對啊 s i c k 還有也有ve 那下面每年的副詞 也進行一下 annual leave annual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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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niversary 周年紀念 因為v e r s 叫轉動 周年 周年有很多 比如說年終 中間的終 年終 終結的終 百貨公司總是有理由打設嘛 年終慶 這個過年什麼慶 母親節慶 情人節慶 聖誕節慶 反正每個月都在慶 還有這名字anniversary anniversary 所以ann叫年 v e r 叫轉動 所以一年一年不停的轉動 所以各位要延伸出來這個概念 中文裡面說 十年風水 輪流什麼 轉 轉哦 有沒有 它是用轉這個字哦 輪流轉 輪流轉 anniversary anniversary 所以這個 周年紀念 結婚紀念也可以 孝慶也可以 就是一年輪轉之後 又輪到了這一天 一年輪轉之後 又輪到了這一天 OK 所以就是thanks anniversary 很簡單 好 第四個 一請一下 audi audi 台湾人喜歡念奧迪 奧迪 奧迪 其他叫奧迪 多口音 奧迪奧迪 好 那它來自於聽 一請一下 aud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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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聽眾 好 如果你要找相關詞 很簡單 找海詞 然後 au i 所以老師其實已經幫各位整合好了 就是說 從字根這邊去理解 找了字根 那我找更多字怎麼辦 找海詞 那如果我要再找老師情形整理好的群組 就從講義裡面去看 或從電子書裡面去看 其實都整理好的 所以這裡audit audio audience audition 有沒有 所以都跟聽力聽覺有關 那禮堂叫什麼 auditorium 或什麼 聽眾做的地方 這樣簡單 所以都有關係的 請你善用老師提供你的工具 那聽眾 來聽一下 aud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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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從聽眾變成觀眾 這跟歷史又有關係囉 所以各位除了要學英文之外 其實你要學一些歷史的概念 像有一個紀錄片叫大國崛起 中國大陸拍的 我們 我建議各位先不要有什麼政治啊 或宗教上面說 我又不是基督徒 我看聖經看什麼 先不要這個預設立場 你就先去看了嘛 看了之後你會發現 哇 原來聖經創世紀篇裡面就說了 他說原本世界一片混沌為你 上帝說有光 於是 有了光 再說基督徒舉個手 沒有 有有有有 基督徒不舉手 晚上耶穌會找你 大膽盡感不承認 好不好 是虔誠的嗎 虔誠的定義一下 第一個 每個禮拜去做禮拜 第二個 十一奉獻 有 十一奉獻就是賺五萬要捐五千人 什麼意思 這是基督徒我覺得很好的那個 因為他 他否啊 宇宙的種子法則 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們開這個課 其實就是要貢獻奉獻 那莫名其妙就會有一些 這個合作的對象就跑來了 這不是我們的願意 但是因為你願意貢獻先付出 你就會得到不可思議的回報 這叫種子法則 所以我們這堂課除了英文課之外呢 你知道為什麼我要開公英課免費收課嗎 這位同學 What's your name 陳漢 陳漢 好你看 除了我剛剛上一節講的之外 還有什麼目的或原因 你猜猜看 那大家英文學的正好 那大家英文學的正好 這是上一節講的 好 只有我偷偷跟各位講 另外的原因就是 我剛剛已經其實也有講 因為我沒有收你任何錢喔 所以我要講什麼你管得了嗎 你管不了 你就得聽我講 那但是你放心 我們傳播聯聽是正向的能量 正向的 因為你要去叫人家 我跟你講你付五千塊來聽我講 中止法則 對 還有什麼中止法則 我已經預購亞洲中部 我還聽中止法則 但是如果我們在課程裡面 順便就帶一些 正面能量的東西給各位 那我覺得就更棒 就更棒 就是你就會慢慢慢慢前移默化 去理解這個東西 好 所以 同學 有那個墓區嗎 我很專業 我不是基督徒 有墓區嗎 有耶 他專業的 他專業的 墓區專業的才聽得懂 因為這個聖經裡面說的 我們一般人就是迷途的羔羊 這樣知道嗎 那他們教友呢 就是要負責 把這些迷途的羔羔找回來 你有聽懂嗎 所以墓區就是他們要去宣傳 上帝的愛啊 上帝的這個什麼念啊等等 然後把這些迷途羔羔找回來 我不是基督徒 但我很多朋友是基督徒 他們會拉我去教會聽 然後你被拉去教會 再叫墓道友 墓道 養墓 道 所來的朋友 叫墓道友 那下一段就是 你們興趣加入我們教會 這樣子 所以這樣理解了SOP嗎 所以這樣理解了SOP嗎 這樣理解是audience 但是有一個原則很重要 就是他們散播的都是正面的 都是正面的 只要正面就是非常好的 我現在目前是道教徒 正在考慮要不要轉換 實際如果成熟 因為我既然叫公益英語傳教士 對不對 好像有那麼一點點你知道 英文叫CLUE 然後或者呢 英文另外一個說法叫SIGN S I G N 你在好萊塢的電影裡面常會聽到 It's a SIGN 這是一個徵兆 預兆 似乎要告訴我們一些什麼事情 除了宗旨法則 其實還有很多很有趣的東西 你去讀那個秘密 細密法則裡面就會講到 所以如果你去細心觀察 日常生活出現了很多東西 你就會抓到一些線索 我們非基督徒叫老天爺 似乎要告訴我們一些事情 基督徒在祈禱的時候就是 上帝似乎要告訴我一些事情 那你從老天爺或上帝告訴你的事情當中 去抓一兩件事情來執行 就會發現如魚而水順勢而為 就很有趣喔 那如果你這樣每天逆天行道 那你就會過得很痛苦 這很有趣 然後這裡是audience audience 所以來例句 His books have a large audience 很好 所以它從聽眾變成觀眾變成視聽大眾甚至讀者的意思 OK 所以現在我們叫TA 在行銷營銷方面叫target audience 標準的 這個就是潛在客戶啦 目標客戶 好 所以現在一個audio audit audit變查帳喔 我們可以聯想兩個人查帳 一個人念一個人聽 確認這個金額數字是否正確 下面auditor 很好 audience 那audience 你可以再到海池來 海池來 你可以查音式的用法 audience audience 音式的用法 你可以往下齁 這邊有例句 the audience was never less than 5,000 很方便 例句齁 很多都還有這個發音 再來靜反異字 我們看一下有沒有 hearing listener consultation oh 我要找個在這兒 這個是音式的用法 spect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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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今天spectators spectators很簡單的字跟 spec叫看見 看見 為什麼spec是看見 請你想一想特別的哪一個字 special 因為特別的就會引人注目 很簡單今天這麼冷又下雨 如果路上出現一個 我當然假設性問題 路上出現一個女生穿個bikini 你會不會看一眼 坦白 爽快 不會不會我都不會看 你把屋啦 你至少偷妙一點 你怎麼有這種人穿這個出來 所以你一定會吸引到人家的注目 再聽一次spectators spectators 這個是音式的用法 所以你要知道音式跟美式的用法 ok 好 所以回來 第五個 Bell Bell 這跟貝羅娜有關 今天可能沒辦法講完整的故事 但簡單講 第一個請你一下 Rebel 第四 The people rebel Go The people rebel The people rebel The people rebel Tyrant Tyrant叫做暴君 其實很簡單 因為Tyrant暴君喜歡怎樣 太郎 所以曾經是Tyrant 愛太郎就是Tyrant 這個無所不用其極的聯想 下面一個Rebellion Rebellion A little Belleg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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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這個Rebel Rebel 來自於貝羅娜 前一陣子剛好有位同學 他說呢 禮拜二的樣子 在我們這邊站前上課 那有位同學我說 What's your name? 他說My name is Mars 很威武的名字 Mars Mars Lars Mars 叫火星 Mars 就叫做羅馬神話故事 Track 裡面的戰神 他說他叫Mars 我一個人問他一個問題 請問 這個鼎鼎當名的戰神Mars 你知道你老婆是誰嗎 기자 可是他就不知道 我說你老婆是貝羅娜 老婆是貝羅娜 可是貝羅娜 在我在叫出來畫面之前 我講說你先不要太高的期望 因為貝羅娜叫貝羅娜 貝羅娜是希臘羅馬傳話故事裡面的女戰神 所以不要太高的期望 所以有人把它畫這樣 但後來我找到有啦有啦有比較那個Sexy 一點 我說你要選哪一個 他說這個好了 有不同的版本嘛 這是辣命正美版貝羅娜 所以後來這個rabble 跟反叛有關 因為跟戰鬥 戰爭有關 那Mars Mars 後來變成功夫 去年底那個葉問 葉問三 那個功夫英文叫 Martial Arts 功夫就從那個Mars這個字來的 因為他們夫妻呢就是喜歡打架 喜歡戰爭 所以這個Mars跟貝羅娜呢 我給他們舉一個例名叫做史密斯夫婦 如果你看過這個電影 就是安傑麗浪的球利跟小布嘛 對不對 那他們兩個都是間諜 彼此不知道 彼此是間諜 我們之前滿妙的 結果兩個在戰場上遭遇到 然後想說 哇靠怎麼遇到這麼厲害的對手 原來是彼此 是對方 是老公跟老婆 兩個都是間諜 OK 所以你會發現你看 你聽老師講這個一個小時多 左右的時間而已 是不是太多的神話故事了 太多的典故了 其實他們都沒空講 但是時間有限的關係 我們慢慢後面會陸續續續跟我們講 這也就是我們希望各位開始使用學英文的方式 好 第一列 必請一下BREVED 來 名詞BREVITY 來 簡短簡潔 例句BREVITY IN STORY JELLING MAKES THE STORY MORE EXCITING 好 下面BREVED 這學音樂 學音樂的同學是個啥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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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怎麼念 BREVED 來 請你一下BREVED 因為音樂的名詞很多來自於意大利文 好 你主修什麼 深夜 哇 深夜 要不要來一旦 突然走功 深夜睡不著 拜拜 其實真的很厲害的 來 請你一下BREVITY BREVITY 像那個VIOLING VIOLA 中提琴 腳提琴 這些字其實都是意大利文來的 不是英文 只它剛好有某一些符合 英文的這個發音或規則 好 下面一個BREVITY BREVITY 好 縮寫 ABREVITY ABREVITY 那它的字根再延伸很簡單 請問橋梁哪一個字 BREACH 橋梁為什麼跟短有關呢 點跟點之間最近的距離就是橋梁 短 縮短距離 如果在山上沒有橋梁的話 你要下山一個小時 上山一個小時 那如果橋梁這樣滑過去就可以了 是最短的距離 所以很簡單 你要不斷的把你學過的東西 整合分析消化 整合分析消化 那你最後就能夠達到古人說融會怎樣 貫通 其實我一直覺得我學到現在 研究資根詞源五年 我台灣跟各位講 我收集了100本的資根詞源書 花了五年 看完九本多一點 所以我學著說老師 你還有四十五年 因為還有九十本嘛 那平均十本花五年的話 我就還有四十五年了 九五四十五 那我可以Sing 那你就知道 雪海無涯 但是我研究到現在就發現 太有趣了 這個東西應該讓大家知道 應該讓大家有更好的學習方法 來追擊一下 proceed 下面的 the old man the old man took a drink from his heart and proceeded with this story 老人開始分享故事了 下面 process process是處理的過程 CESS 再來 exceed exceed succeed succeed succeed什麼詞 動詞 它的名詞叫 success 它的形容詞叫 successful Anita 請問它的字根是什麼呢 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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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看一下 CESS 所以成功 是不是超簡單的 成功很簡單 成功就這個字 來請你講 success Success 來要成功 suc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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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去 success 叫做走 要成功 請你堅持 走下去 所以放了一個 keep walking keep walking 所以今天第一堂課 希望各位能夠堅持怎樣 走下去 好 那我三節課有講 在老師的心裡是沒有分證據跟被取的 只有用功跟更用功的同學 那所以下課的時候同學問 這個我們到時候呢 每一堂課上課前 可能禮拜四或禮拜五吧 就在群組裡面做一個統計 好吧 這個是試現場狀況唯一條的 就是我們的原則是希望各位用功 希望各位能來上課 好 那所以我們大概禮拜四禮拜五 做一個line群組裡面的統計 可以來的 就接龍 然後我們座位就是45個 所以大概到40、45個 你就知道座位差不多要滿了 那你就自己看狀況 好吧 自己看狀況 就是也不希望你來了沒有位置坐 這樣子也不好 所以我們在群組裡面 禮拜四禮拜五 我們每週做一個簡單的統計接龍 然後就確定要來的人就接龍上去 OK 那就不會浪費空位置 那也不會造成說你來了沒位置坐 了解好 OK 這是現代科技的好處 我們就可以一塊做一些這樣的東西 好 那你沒有來的同學很簡單 我們影片會上傳 上傳之後一樣分享到群組 所以第一基本要件趕快加入群組 那你就會有相關的資源 好 那所有的資源我剛剛講的都是open source 歡迎你分享 好歡迎你分享 來我們怕沒有人願意學 不怕有人要學 那就盡量學沒關係 在你指success success OK 所以是成功成功成功 那那個趕火車的同學要不要先 四十五分喔 對 因為下雨天要小心一點 寧願提前 這個 那個有錄影 所以到最後可以重播重看都沒有關係 好 那那個趕火車的同學可以先走 或趕車的同學可以先走 我們後面把它講完 差不多 來第八個會進行叫set 好 第一個會進行叫accept accept 那意思是he has accepted he has accepted our invitation 很好 accept 又是一個很有趣的字 跟cep 代表接 當你在英文單字當中看到 acc重複詞音 那就是拉丁文ad 英文to 中文去 好 再來看一下 所以一樣有這個典故在裡面 來 可以拍一下 來 這裡是accept accept 所以 acc app heg add 你可以看到英文單字 a重複詞音 它就是去做什麼 去做什麼 它是一個動詞 開頭的這個單字 好 那 字根在CEP CEP叫接 叫收 叫瘦 所以sept plus cv 那各位應該知道啦 CEP怎麼變CIP啊 請問母嬰怎麼樣 可以代換嘛 對不對 所以第一基本詞源的概念 A E I O U Y 母嬰代換 那再延伸 母嬰一個可以變兩個叫母嬰擴展 母嬰兩個可以變一個叫母嬰亞索 這輩子母嬰只有三種變化 好 陸上角形 然後還認定是accept ok 所以當你有了這個概念之後 你再研究很多字 譬如說 有一個字叫收據 receive P不發音喔 但它一樣這個字根 有一個字叫接收 receive 有沒有 變V了 為什麼變V 因為有另外一個規則 我們下次講 好 所以什麼sep 和sep 全部會跟這個接收收有關的字根 好 所以回來下面一個概念 你今天叫concept concept 好 然後con是一起嘛 我們共通的概念 所以我們今天來這邊 一起上這個公益課程 大家有一個concept 這是公益回饋 然後呢 希望教給大家 詞源自根的concept 所以你現在就懂啊 母嬰代換母嬰擴張母嬰 大家說 這也是一個concept 來下面 EX代表內還外 why 所以排除在外面 except except 再來incept 然後reception reception 那接待為什麼reception re 一而再 再而三 來自repeat 重複的意思 它還有第二個意思 叫return 回來 所以repeat return 它在公司的門口 不斷地接待來賓啊 那當然就是接待 接待人員叫receptionist 加ist 很簡單 最後兩個 cid cis 叫殺 一起來叫suicide suicide 其實那個side 就是side 聽起來就很像殺殺 所以自己殺自己 叫suicide 地區 he attempted to go he attempted to decide he attempted to decide after his firm had gone bankrupt 那所以在這個地區當中 你可以又學到pink的用法 go bankrupt 叫做破產 大概十年前 Gary老師也開過公司 然後我的公司也 went bankrupt 但是要感謝你的生命當中 發生的每一件事情 因為我開公司 開導公司之後呢 只好另謀出入 然後另謀出入 就想說那我能幹嘛呢 我這邊教了十年 兒童沒語 幼兒沒語 國中英文 那我能幹嘛呢 我只會教英文 但我又不想再教小朋友了 那我就教大人好了 他教大人去哪裡教 海南陽街 就這兒 所以十年前開始 到金英這邊來 所以go bankrupt go bankrupt 好 這是破產 下面 如果你看過半折直樹 Bikeista 就是他爸爸破產了 然後他 發誓要進入金融界 改革金融界 改革金融界 日據裡面也等 下面叫Homicide Homicide Inventic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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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加一個字 叫Pest Pest 是害蟲嗎 對不對 所以殺蟲劑 如果這個蟲有幫助 你就不會殺它 這個蟲一定是害蟲 Pestic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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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會發現中間有個I 是連接作用 好 I是連接作用 所以害蟲我們唸一下 Pest Pest 請問看到害蟲是要保護它 還是拍死它 拍死它 聽懂嗎 Pest Pesticide 來這個名字 Pesticide Pesticide 所以看到害蟲 拍死它 拍死它 就拍死它 就這樣 所以很簡單 Pesticide 殺蟲劑 所以我們是建立在 詞源自根的基礎 然後再加上一點點聯想的魔法 那你就會發現非常有趣 非常有效 幾乎不會忘 來最後一個啦 Circle Circle 叫圓圈 第一句的Students Sit in a circle on the floor 很好 這個Circle後來跟Cycle 循環圓圈 Recycle Mortar Cycle Bicycle 都有關係 來圓的 一起聽一下Circular 名詞 Circulation Circulation Circuit Circuit 電子迴路 也是跟圓圈循環有關嘛 最後Circumstance 好這個就比較高級的用法了 以上今天時刻四分 來一兩分鐘看看各位有沒有問題 確認一下你是不是都加入群組了 如果有另外的問題要問的話呢 我這邊再提供老師的聯絡資訊 好這是網址啦 Email啦 Line ID啦 目前40位同學在群組了 好太棒了 同學分享照片 好 好 好 所以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來我們給同學開玩笑 好 好 那感謝同學從四面八方來 支持我們的公益課程 來給自己一個掌聲鼓勵好不好 好 希望各位 我們剛剛講的成功 哪個是 Success 只要成功很簡單 請你堅持 走下去 走下去 Keep walking 我們下次見 拜拜